世尊密度之后 下一尊符 是弥乐符 还没有出现在这个世界之前 这段中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佛在弥乐下神经里面告诉我们 以我们世纪年代来计算 大概是56亿多年 这么长时间里面没有佛出世 没有人教化众生 众生闻不到善法 随着自己贪嗔痴慢 造无量无边罪业 感受的苦报 那叫苦不堪言 世尊大慈大悲 把教化众生的事情 受托给地藏菩萨 换一句话说 佛不住世 地藏菩萨是代理佛 菩萨的地位跟其他菩萨地位不一样 更如金阎老帝生在前面所说的 文殊菩萨观音这些大菩萨 也非常慈悲 斗化众生 世尊没有将 以佛出现这一段时间 附托给他们 没有 把这一桩大事特别付托给地藏菩萨 你们想想 原因在哪里 应当善于体会 没有佛法的地方 没有佛法的地方 众生习惯造作这一业 怎样才能够救度这些众生 避免不跺三花刀 大家想想 用什么方法来教你 能够挽救的 无过于孝敬 这是造作卧业的众生 你要是劝勉它 它也能接受 帮助大家 从心里见识 地是心地 也 葬就是心地里面 含藏着真实的智慧的能 心地保障 所以这个法门 对于这个期间的众生 56亿万年这段期间的这些众生 这个法门最奇迹 所以说是要帮助众生 救济众生 你缘斗握刀 对不尽是救命的尽感 是叫我们的人天年道 把脚跟战老 不设人生 不躲我道 这个今天 无比殊胜的功德利益 就在此处 以这个为基础 再用《无压寿经》 用往生的这些经验 帮助你超越六道轮回 超越十法街 一生当中 祖福祖祖 这是在末法时期 佛度众生 不二法门 但是末法也只有九千年了 九千年之后 这经没有了 动神很苦 完全要靠地藏菩萨实现 那就不是佛说 这个地藏经 地藏菩萨要帮助一切众生 我们能够想象得到 地藏菩萨一定是劝一切众生 断熟 修世善 孝勤尊师 这样才避免不多我道啊 所以地藏本院法门 对我们任何一个人来说 无比的重要 也无比的亲切 我们应当发心 认真修识 认真地来宣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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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